2023年10月24日 网络言论选 某人说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张地图 原图来自 AtSaniolevee 我做了小小修改 把张维尔改成了更为通用 和接近海南民语的 Hanfrey Hinnem 刘仲敬说 南越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加沙卫生部有哈马斯管理 刘仲敬说 2007年 哈马斯把法塔赫的卫生部 赶出了袈裟 哈马斯的卫生部 只是一个协调机构 并不给不同系统的医院提供预算 著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简称法塔赫 成立于1959年 由亚希尔阿拉法特创立 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 最大的派别 主要活动区域 是约旦河西岸地区 某人说 按照行业法团为单位投票 这很封建 很中世纪 很功能阻别 参见10月24日 多益网络 CEO主找 徐波 发布长文 你有冲锋枪 我有中华新 刘仲敬说 各企业自己组织 PMC 才能对抗冲锋枪 如果条件允许 就联合成商团 商团发展成熟 就可以跟工团 地主民团 各行业工会法团 协商共同利益 各等级代表会议 就是国会 可以直接建国了 南越独立 唯一出路 注 PMC 是英语 私人军事服务公司的意思 缩写是 PMC 又称民间军事公司 私人军事承包商 是专门提供 保安武装力量的 私人公司 某人说 官宣 10月24日 爱国主义教育法 通过表决 将于2024年 1月1日起施行 刘仲敬说 这就对路了 事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满洲于史料记载 钟洪可汗对平民和皇族 互欧除罪化的内容 我的中国语翻译和原文 同时代 即使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跟皇族互欧 也绝不会无罪吧 看起来 洪可汗非常看重 我们满洲族的自由传统 因此才写了这个命令 但是他死后 满洲莽撞的军事冒险 彻底地终结了这一进程 哎 吴三桂 墨尔根戴青 你们缺大德了 刘仲敬说 大概只是原有习惯法的重新确认 向英格兰新军即位的例行承诺 某人说 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担心 以色列在加沙缺乏可实现的军事目标 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准备 豪以可行的计划 发动地面入侵 政府还担心 官员们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尚无明确的军事途径 来实现总理内塔尼亚胡 铲除哈马斯的目标 纽约时报 刘仲敬说 以色列进攻加沙 就像南越进攻柬埔寨 只会使越共南方局和哈马斯 向西亚和东南亚纵身转移 只要苏联中国的支持继续 抽刀断水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俄罗斯伊朗和哈马斯都没有钱 只有中国有 大蜀民国恢复历史边界以后 哈马斯就会自行瓦解为 一系列互不同属的宗教法团 所以首先应该给大蜀民国打600亿美 某人说 大英确实曾经要把内阁夫沙漠化给阿拉伯国 由泰国只分的不足20%领土 结果是西安主义者欣然接受 阿拉伯人觉得沙漠分给自己是欺负人 于是起义 刘仲敬说 联合国的划分当然并不比罗马教廷的划分更合法 因为合法的边界自古以来都是战争和条约的结果 所以奥斯曼帝国和协约国的权利是确定的 而联合国并不 以色列的问题只是战争还没有打完 就急于议和 果子没有成熟 必然是苦的 血没有流垢 条约当然是废纸 某人说 六亿神州基哈马斯 刘仲敬说 不要侮辱哈马斯 哈马斯还不至于 以下省略三千字 针对巴以冲突升级 中国外交部表示 只要有助于落实两国方案 中方都将尽力而为 刘仲敬说 实际上 加沙和西安的差异 比索马里兰 索马里 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帮还要大 如果没有外力介入 是很难建构同一民族的 泛阿拉伯民族 大希腊民族 华人和大索马里民族 都建立在刘沙上 大叙利亚在外力撤退 或各方外力势力均衡的情况下 自古以来 都是一系列城邦共和国 公国和小王国的拼图 在外力支配下才能统一 而统一的版图 又肯定远远超出大叙利亚的范围 如果加沙建国 西安建立几个城市国家 例如耶利哥伯利恒之类 以及七八个公国 其中有一两个一副以色列 两三个一副约旦 黎巴嫩分裂为小黎巴嫩 和另外三四个国家 叙利亚建立几个城市国家 大马士革 帕尔米拉 阿拉伯等等 再加上四五个独立国家 局面大概还能稳定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 和分享 转发 请不吝点赞